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午安 我是华信头顾萧春老师 今天是10月6号礼拜五 现在这地方祝各位双十价钱愉快 不过今天台北股是双十价钱的一个最后一个交易日 那我们会看到台北股是今天整个走势 在美股创高的情况之下 台股在长假之前出现卖压 我想在过去历史里面来看的话 台北股市每次在长假之前会有卖压 它是合理的 但是这个卖压会不会在整个双十价期之后 台北股市这地方是不是还有高点 还是说这个卖压会延续 这待会我们来跟大家去做解说 我们先稍微看一下 台北股市早盘开高了39点 那目前的几乎快打到平板小涨12点附近了 那现在有一个讯号就是 台北股市下跌的加速比上涨加速还要来得多 下跌是439价 上涨286价 那可见了在今年有一些个股上面 在长假之前开始出现了一些卖压出现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现象出现呢 尤其昨天美股在创新高 可是台北股市为什么涨不上去 那当然除了长假效应之外 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其实这个因素 我们一直在这个节目里面 一直跟大家去做预告的就是 台北股市为什么在整个9月份的时候 外资会卖超600多亿 那为什么在整个10月份的前两个交易日 外资呢在在整个汇市上面 汇出了200多亿的一个 270几亿的资金 因为这都跟美元的走势有关 各位注意看 昨天美国股市在创新高 可是重点是美元的走势呢 它也在创新高 你注意看 以美元的走势来看的话 到现在为止呢 它可以说是创8月份 将近快8月份以来的新高 那时候影响到哪里 影响到整个新台币汇率的走势 因为新台币汇率呢 从29.9 在整个9月份的升值来到高点之后 一路的贬值 一路的贬值 那这个贬值的状况呢 就造成什么 外资是一路的汇出 那刚美元在创新高的时候呢 这地方你就要预防什么 台北股市在下个礼拜 开盘之后 亚洲汇率还会扁 因为受美股影响 所以呢新台币汇率 会不会在扁破前低的位置 持续在做贬值 那这贬值的速度 它又出来的话 那台北股市就算 被美股的一个上涨带上来 可是以外资的角度来看 它最主要是以 短期的资金是以 汇率的一个操作为主 所以到时候呢 它还是会属于站在一个偏卖方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台北股市在这个礼拜 因为长假效应之下 如果你有加入我们赖的一个族群的话 同学们 在这几天我们一直跟大家说 台北股市 从今天礼拜五礼拜四 然后礼拜二礼拜一 这几天的反弹 我们都是建议各位 这地方的一个操作呢 暂时你先不要去乱做动作 因为如果你这地方去追买的话 我认为了台北股市 其实这个礼拜买进的人到现在为止 他讨不到便宜 为什么 因为从礼拜 除了礼拜四 台北股市上涨加速有比下跌加速多之外 其实这几天啊 几乎下跌加速都比上涨加速多 那你再从融资的角度来看 融资现在只差12亿左右 就在创新高 那如果说以台北股市下跌加速 比上涨加速多来看的话 你融资又增加 那这个波的走势里面 你经常去买的人到现在为止 其实你还是套牢成分居多 而且下个礼拜的指数 如果说他高点不多又开始出现压回的话 那投资人你要预防什么 预防这个月季线的死亡交叉会成型 因为现在只差8点 只差8点 好 那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美股有没有机会继续走高 好 我们仔细来看美股 因为美国股市近期的表现都不错 像道琼 昨天涨了113点 以川普当选到现在为止 美股屡创新高 那这波的创高的过程里面 最主要是川普的税改有望 川普的税改有望 但是呢 利用这个利多去创新高的状况之下 我倒认为说 这个盘走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美股已经有走喷出的迹象 那多头走喷出的迹象呢 到时候呢 如果这三天的假期 台北股市呢 本身因为这三天的假期正好是休假 休假了跟国际股市脱轨 如果美股创高 那这地方喷出之后创高拉回 或者是美股在爆量 因为它管理已开始扩大了 如果说美股在这几天的走势 不涨反跌的话 那你想想看 台北股市到时候 下个礼拜的开盘 高点会很多吗 我觉得这个高点可能 以外资现在一个会 会损的压力来看 它还是会站在卖方 所以呢 以台北股市的趋势来看 之前跟大家预告 月线要快要跌破季线 除非你一直涨 但是如果说以目前来看的话 这地方只要稍微出现压回 那整个月线还是会破季线 那对台北股市的趋势而言 压力就会加重 所以呢 在这个礼拜我们不建议你做动作 那当然今天也不需要去做什么动作 因为都要放假了 可是我觉得下个礼拜 很多个股的震荡会开始加剧 那尤其我们之前 针对了一些全震的一个操作 有一些倍数的空间 不管之前可乘群联 或者美肋也有超过五成 那我认为下个礼拜的震荡加剧的时候 又是全震进场最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 这个礼拜 我们建议各位放假之前 你不需要在这地方每天杀进杀出做一些动作 既然这个时间点 你暂时先保持着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度 那最主要是在等待 等待什么 下个礼拜进场的一个机会 所以呢 我认为下个礼拜 全震的机会 它开始要出现了 那如果说对于这一些操作的方面 有任何问题 想要赚取下个礼拜 全震有五成到一倍的获利空间的话 我欢迎各位 这个地方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 所以呢 希望各位双十在这个地方双十假期过后呢 能够掌握进场最佳的一个机会 能够让你赚大钱的一个机会 谢谢各位 本公司以望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感谢观看